来到的丰田的私载店是一汽丰田的 他们当中什么车型销量最好呢 无非就是最近刚刚出的新款的卡罗拉了 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提了这么一台车 我们也来看一看 这辆车它现在能优惠出多少钱 又或者说这么一台车 大家感觉它价格合适不合适 又或者说这辆车开了一段时间 还能值多少钱呢 下面走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么新款的卡罗拉吧 大家看到了吗 眼前的就是一排排的丰田的全新的卡罗拉了 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卡罗拉上一台出的非常的好 这一台呢出的是太过于年轻化了 当然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这么一个外观 肯定呢就是年轻人了 我呢也见过很多开卡罗拉的车主 他们呢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岁数呢偏大的一些啊 比较居家的一些人士 买这么一个小车呢 我个人感觉出的外观这么的年轻化呢 不是一个特别好一个事情 毕竟买车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30岁以后挣到钱了才会来买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呢 尾部呢我们也能看到的话 它整体来说呢尾部呢是有一种收缩感的 不如上一台卡罗拉来了这么的好看 轮胎呢是一个啊这种全铝式的啊 估计呢应该是一个16英寸的 对205的轮胎宽度呢是55的 它这个轮胎呢还算是可以 在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这一台卡罗拉呢销量不会是特别的好 但是呢我刚才也问了销售了 就是说销量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这四台车呢我们也能看到非常的崭新啊 崭新呢是代表什么 要把它刚刚出厂时间不长 或者说呢就这辆车停在路边呢停的时间非常的短 它呢也有了它旁边的这些亚洲龙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啊 亚洲龙呢今天我个人感觉销量呢也不是特别的好 优惠力度也开始展现啊 大家能看到啊非常非常多这些灰尘 旁边的那样银色的啊也是 我估计呢是至少得放了啊有小一个月了 这辆黑色呢更多了啊 反正也能文文手艺莫大都能看得出来特别特别的多灰尘 丰田的亚洲龙呢还是有点死撑着哈 死撑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它销量呢不是更加的好了 这是与卡罗拉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不知道大家是认为亚洲龙好呢 还是啊比它稍微便宜一点的 开米瑞好呢 这个车主呢后来才提了一个1.27的这么一款配置的啊 卡罗拉是属于一个精英版油是字幕导车型当中一个比较低配的一个车的 新式造价呢是12万7千8 总共呢这个车主移回了7千块钱 由这辆车的裸车价格呢是12万啊 最终这辆车联合购出税保险呢全部落地呢是在14万左右 这么一个位置上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 花个14万买一个卡罗拉1.27的一个低配车型值不值呢 下期还有个什么时候就欢迎评